请长官轻轻地在前方摆设字板上轻轻倒撒 左右来回一同欠证此刻 在金融市长林佑昌 立法院蔡思颖及多位金融市议员共同主持下 金融市市民体育活动中心绣缠工程正式开工 希望改善屋顶结构老旧产生的肌肉水问题 加上室内网球场地地平更新等 打造北台湾网球人才培训基地 北部地区的确欠缺一个青少年的网球培训基地 所以我们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在蔡思英委员的协助之下 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 还有很多网球界的先进 共同努力 所以中央给我们一笔经费来进行整修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即将要投入8128万的一个 经费跟预算来办理整个屋顶的一个更新 室内装修 那以及包括我们前栋公车处办公室的一个结构补墙 工程我们是一棒接一棒的做下去的 市长不会因为他是任内最后一年就很多工程放着管他的以后再说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市长即便在任内的最后一年很多重要的公共工程 关于基隆市未来发展的建设仍然努力的剥话推动 那我想未来适应如果有这个机会来接棒的话 我们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让基隆市民看到我们是一个持续努力在进步的团队 曾担任国社顾问 与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会长的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 正请周则肯定 基隆市长林又昌任内对各项体育场馆及设施的支持 他透露林又昌以或推荐或选为特殊体育贡献奖 至于对面田径厂工程延当问题 刘昌提醒主管的教育处方面因一合约断然处置 让工程紧速复工 这个地方的对面是我们的体育场 那在之前施工上营造上碰到了一些障碍 不过现在教育处已经积极的权力在解决当中 刚刚这个需要做断然的一个处置 我想这一部分刻不容缓 除了室内网球场地地平屋顶 机电消防设备等进行更新改善外 林又昌也期盼市民体育活动中心地下一楼 能作为桌球练习场地 让金庸子弟在健全的环境下 球技更加精进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